大家好 这一片黄瓜地 是我革命村的一个阿姨栽种的 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造型 在农村没有什么高科技的栽种方法 但是通过农民的智慧 还是想到一些比较科学的方法 大家看一下搭的这个架子 还有这些稻草 都是比较经典的农村做法 像这些稻草绑在这里 目的就是让这些黄瓜给它攀爬上去 攀爬到上面之后 然后再通过刚才所说的绳子 互相的攀爬 所以说农村人的智慧还是不可低估的 刚才我还发现这位阿姨 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动作 就是用一朵花 放到这一朵花上面这里 给它互相的粘一下 我经过询问了一下 这位阿姨说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这个黄瓜的成活力 也就是通过用这种方法来给它受坟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是带瓜仔的 这个花是没有带瓜仔的 这个就是供的 然后通过这种相互的点下 给它受一下坟 提高了这个瓜的成活力 所以说我觉得农村人还是比较有智慧的 经过这位阿姨使用的这些受坟的方法 它的产量几乎提高了30% 所以说我是非常的佩服这位阿姨 种这些黄瓜的一些方法 大家看一下 这种架式看起来是非常严实 但是确实非常的有作用 那么如果说大家在家里面栽种这些黄瓜 或者是其他瓜 没有更好的方法的话 也可以模仿一下这位阿姨的做法 确实效果非常的不错 毕竟这个产量比普通的方法提高了30% 所以说我觉得做什么事情都要用心去想想 用心去学学 对于自己的提高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就像这位农村的阿姨一样 所以说没读过什么书 但是她的做法是令我很佩服的 好了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